女人拿起柜子上的玻璃瓶就这么打碎 一地的玻璃扎 女人捡起最锋利的一块 张开嘴巴放进去 就算满眼是泪 就算满嘴是血 女人也没有停下来 就坐在咖啡厅里的莉莉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她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女人的自残行为和她刚刚在玩的游戏有关 莉莉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大学生 因为家里太穷了 她不得不每天打工补贴家用 阿母亲因为早年弟弟的意外身亡至今都没能恢复 母女俩的重担都压在莉莉一个人身上 还好莉莉有个好朋友阿伟偶尔能够帮上忙 这一天莉莉在阿伟家的杂物堆里发现了一个老旧的游戏 名字叫诅咒者 盒子上写着通关后可以获得十二万美元的大奖 这奖励让莉莉十分心动 她当即打电话咨询游戏商 在得到大奖依然有效的结果后 莉莉毫不犹豫地决定要试一把 当晚莉莉结束了工作后 坐到咖啡厅开启了游戏 只见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证明你够格获取奖励 随后又出现两个选项 咖啡或蛋糕 莉莉转头看去 菜单上的东西既然就只剩下咖啡和蛋糕两样 她皱了皱眉头 却并没有多想 在电脑里输出了咖啡 结果下一秒 服务员就给她倒上了一杯咖啡 而且屏幕上也出现了服务员说的话 莉莉立即惊恐地关掉电脑 却瞬间看到了死去的弟弟 对方冷冷地告诉她 选与死 莉莉不得不重新打开电脑 然而接下来服务员就开始砸玻璃杯 随后屏幕上也出现了选项 胆碎还是收拾干净 莉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收拾干净 可她万万没想到收拾的方式是吃下去 她冲上前想阻止 结果咖啡厅的老板就听了出来 发出完全不像人类一样的尖叫声 此时的莉莉并没有看到 游戏界面上跳出了新的字 第一关完潮 明天同一时间迎接更多恐怖 昨晚发生的事情简直就像一个梦 莉莉翻身坐起 赶紧把游戏带给毁了 这下就不会有事情了吧 只要这个恐怖游戏 根本没有她想的这么简单 当莉莉还在工作的时候 本应该好好在家休息的母亲 打来了一通求救电话 整栋大楼的灯在一瞬间暗上 亮起了诡异的绿色 不远处的电脑也出现了游戏界面 莉莉飞奔过去掀开塑料膜 屏幕上随即出现了游戏的第二关 这次是一个地图 地图上有一只大老鼠 还有莉莉的母亲 而莉莉要做的 就是让母亲不要被老鼠吃掉 老鼠在地图上到处乱吵 很快就和母亲只剩下一墙之隔 母亲死死抵住门 而屏幕上也出现了新的选项 冲进去还是咬破 这两个选项无疑都是让母亲送死 莉莉根本不知道怎么选 但不选就死 莉莉咬了咬牙 让母亲跑到窗边 而她则输入了咬破的选项 咬破至少还有缓冲的时间 在老鼠冲进屋的瞬间 母亲从窗口跳了下去 莉莉就这样通过了第二关 这一次的看到了游戏预告 期待莉莉当场砸了电脑 这份工作也丢了 还好莉莉家的楼层不高 母亲摔下去直受了点伤 并没有危及性命 莉莉安顿好母亲后 立刻找到了阿伟 想弄清楚这个恐怖游戏的来历 然而阿伟也不知道 这游戏怎么出现的 莉安对游戏程序经营分析 想要知道为什么会造成那些恐怖的现象 而这时候 游戏的第三关已经开始了 阿伟的家里出现了两扇门 一红一蓝 他们必须选择一个门进入 阿伟趴在蓝色门上仔细停 很快有个声音喊着 去死吧 而红色门里却一点声响也没有 这下两人都不用纠结了 就选红色门 走进去后 有个人影在一闪而过 莉莉发现这人很像自己的弟弟 立刻追了上去 他们很快来到一个充满浓雾的泳池边 这里正是弟弟溺死的地方 当初是莉莉一时没注意 才让弟弟发生了意外 莉莉一直很自责 她毫不犹豫地跑进泳池寻找弟弟 阿伟担心莉莉的安全 也不得不跟上 在农屋中什么都看不清楚 一个人眼快速朝阿伟扑了过去 等莉莉听到声响赶到时 阿伟和弟弟都躺在了地上 她还没来得及做什么 眼前就出现了选项 救阿伟还是救弟弟 莉莉犹豫了几秒 最终还是向阿伟走去 可她刚准备救人 弟弟突然睁开眼睛 你也知道眼前的弟弟肯定是假的 也没有手软 亲自把人送去领了盒饭 等阿伟醒来的时候 迷雾已经散去 泳池也消失了 第三关虽然顺理通过 但游戏还在继续 为了彻底解决掉这个麻烦 阿伟通过追查获奖电话的IP地址 查到了游戏的开发地 这下事情好办了 莉莉当即出发 可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的行为已经被视为作弊 记录在游戏中 莉莉很快来到开发地 但这里已经荒废 现在一个人也没有 不过两人还是找到了一台 可以用的播放器 还找到了诅咒者游戏的 第一版测试录像 从录像中 他们终于得到了更多的线索 这个男人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 他需要完成一个古怪的游戏 爱游戏的开发者 就在外面监视着他 男人的电脑屏幕上 很快出现游戏画面 游戏开发者提供了两个选项 吃电脑还是吃手臂 男人觉得自己被耍了 但又出不去 只能气急败患地输入了吃手臂 结果下一秒 他忍不住抬起自己的手 凹一口咬上去 而外面的游戏开发者 也举起一把小刀 朝自己的手臂滑去 没想到手臂上的伤口瞬间复原 这就是诅咒者游戏的奥秘 开发者在编写游戏的时候 加入了一些古老的神秘符号 导致游戏有了影响现实的能力 在游戏中 诅咒者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测试 而被诅咒者受苦越多 诅咒者将能受益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开发者的手臂 可以瞬间恢复的原因 因为他是第一个诅咒者 这游戏完全超出了 莉莉和阿伟的认知 两人想要赶紧离开 却不了因为他们的作弊行为 游戏提前开启了第四关 阿伟被传送进游戏里 怕游戏也给出了选项 莉莉不知道这些选项的结果是什么 她选择了快进 阿伟随即不受控制地 吐出一堆袋子 而盗袋是 袋子又全部回到阿伟身体里 在这样的折磨中 阿伟很快就倒下了 莉莉来不及难过 因为屏幕上出现了最后一关的坐标 她驱车来到最后一关所在的位置 发迹了一栋很豪华的别墅 她别墅里住着奇怪的一家三口 儿子没有了舌头和一只眼睛 妻子满脸伤疤 只有男主人丧彪好好的 原来丧彪也是之前诅咒者游戏的玩家 在妻子和儿子多次受伤后 丧彪根据游戏的指示复制了多个游戏副本 并分发到其他地方 这才获得了暂时的安全 而现在她成为了游戏的大魔王 和莉莉争夺唯一一个活下来的智慧 丧彪眼明手快 拿起一个盘子砸上莉莉 可奇怪的是莉莉没事 反倒是丧彪头上多了伤口 莉莉想到了什么 拿起刀往自己手上一划 果然她毫发无伤 丧彪的手却鲜血淋漓 这游戏就是比谁先杀了自己 丧彪的傻儿子没弄清楚情况 对着莉莉开了一枪 丧彪立刻气急败坏地喊着 别打他打我 儿子马上掉转枪口 丧彪妻子健壮抢过手枪对准了莉莉 她早就想杀了丧彪 丧彪当然不允许 两人抢夺的时候 莉莉拿起一块大石头朝泳池挪过去 而丧彪也发现枪里没有子弹 只能改用刀 最后时刻 丧彪割开自己的喉咙 而莉莉也抱着石头跳进水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丧彪嘴里不少水喷涌而出 痛苦地倒在地上 很快没了声气 而莉莉因为伤口不深 反而活了下来 她顺利通关了游戏 就找到了她 影片结束 电影的故事虽然比较单薄 但关于恐怖游戏和神秘符号的创意 还是很好的 吃玻璃的痛感 躲老鼠的惊血 还有迷雾中的未知 都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 就是最后打败大魔王比较草率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怪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